回來了, 不好意思, 今天真的遲了很多很多很多 Wendy95就說很肚餓, 等到肚餓 不要緊, 一邊等一邊吃, 一邊聽一邊吃 我想你應該是在英國的 好了, 我們現在回來了 因為剛才我們試了Discord 原本我們昨天也準備試這個系統 方便我們日後跟不同的頻道合作 我們之前找過Larry 原本我們今天也談了12點半的時間 不過他今天約了另一位朋友去陳博士錄節目 所以時間上配合得不太好 我們試好系統之後 我們的發揮空間就大很多 華!Charles Lin真的不能說 不知道明天有沒有直播 但也預先祝看我們開台一周年 希望接下來的台會越來越受歡迎 越來越多人聽, 多謝勝利貴言 我很喜歡後面的背景 這個就是藍蛇尖 不過這個就是用航拍影 你看到阿龍頭上那個就是藍蛇尖 我隔離這個地方 應該是甚麼? 你記得甚麼山嗎? 後面那個? 應該是東灣山 東灣山 現在香港都踏越五月 五月都是這個端午節 現在都寒衣就可以入籠了 正式就是入下了 今天最重要的一宗新聞 相信大家都聽過了 我們不厭其煩再說一次 就是那個CECC的報告 美國國會的報告 就是針對香港的問題 出了一個報告 因為他剛剛才完成了聽證會 而他的聽證會 我們看到也有黎智英的兒子 黎崇欣 其實是很慘的 他就說現在他就預料了 他說可能這一生這一世都見不到黎智英 你說可以探監 黎崇欣怎麼探監? 他已經到處做國際線了 那些做國際線的人 你回去就會被人 是啊 他永世都探不到監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他就 作為一個孝子來講 你看到在英國 其實他早兩天 他才去佛蘭澤 去罵英國 說英國很虛偽 我們都覺得英國很虛偽 因為莊敦文 就是那個貿易大臣 就是來了香港 見了許正宇 我們也都看到 香港政府 李家超怎麼還禮 給莊敦文 就是把阿尊子所有的東西下架 是啊 一方面 真是很囂張的 真是 一方面 莊敦文 其實都叫做 他來 來你 是不是可以 起碼客氣一點 不要再搞這些事情 令人難堪 那莊敦文 還在說 英國還是留下了簡單稅制 還有法治機制在這裡 希望香港好好把握這些東西 好好珍惜這些東西 就是英國的遺產 然後繼續做好你的國際金融中心 其實他還希望你發揮到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 然後英國和香港一起合作 也是很坦白的一件事 因為香港始終還是 英國排頭 至少十大以內的貿易夥伴 在這樣的情況下 英國也都覺得 我放這麼多東西在香港 我沒辦法切 所以暫時希望你 你政治上不要這麼瘋 是啊 政治上不要這麼瘋 但是沒辦法 你現在香港即是中共 中共即是香港 即是 張家輝那句 我就是天幕 是啊 你不要再說 香港還有高度自治 沒有的 你還說這些說話 你不尷尬 你聽那個都尷尬 還有如果你看回那些市眼傳媒的話 李家超就全力去招 即是他訪問完重慶之後 全力去招待重慶 即是你莊敦文走過去 去講Fintech 這個金融科技的發展 人家真是當你笑話 是的 黎崇欣就在英國已經盡力了 盡力無用 現在去到美國 美國他昨天才出席了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 中國委員會 即是CECC 那個聽證會 當然 現在這個聽證會 就 來得去做聽證的 都是流亡人士來的 都是被你逼走的人來的 其實 這個聽證會 你請一些有代表性的香港人 去訴苦 其實越來越難有代表性 為什麼 你不在香港 如果你現在這個時候 其實你那個效用 你會越來越低 你之後 他不就是代表香港 你現在看到 為什麼 外交部專員公署 特首 然後發動立法會議員 一個二個 就像曾國偉說 就是 罵你 罵你之後 反對的聲音 是不敢出的 那就由他所有 包覽在地的香港人 去發聲 沒有人敢出聲 現在用專紙畫漫畫的那個 都不給 專紙今天那一幅 就是說圖書館沒有人 下架書店 個個都尋補 可惜 我覺得現在 連這個 這個 FF 都沒有了 因為下架書店 都不會讓你存在 應該這麼說 很多海外的香港人 嘗試去保存 舊有的香港 但是 如果你說嘗試去保留 在地嘗試保留 舊有的香港人的 就只能夠很秘密 很秘密地做 就是三博士 就認識那幫人 他們都說 他們是很努力 但問題很低調 完全不敢接受訪問 膠牌仔說 香港比中共差 不是等於中共 是啊 我們昨天都說過 這個上海普通 不是普法銀行 你看那幫傢伙被人減身 整半 暴力減身 還可以在那裡扯Banner 他們就暴力回應 不能選擇 不會理你那些 什麼不反對通知書 對啊 哪有亡狗去申請 不反對通知書 大陸的抗爭就是特集 因為根本就不相信這種制度 香港以往大家都接受這個規則 原因就是有一個共識 你有不反對通知書必批的 現在不是 那時候大家就要玩過第二個規則 就是19年之前 就是視你教我們 和平抗爭 和平遊行是沒有用的 現在呢 是連這個渠道都不給你 現在是衰到這樣 那麗崇恩今天說什麼呢 他當然是說回 平安日報 一直都敢於向中共政權發聲 作為創辦人 他一直被針對 他在內地的店舖 最後都不能夠正常經營 所以要逆手給其他人 去到反送中之後 黎智英因為《蘋果日報》 講出真相而入獄 75歲的父親 可能的餘生就要在獄中度過 其實鬥長命來說 其實你要看 最多 你可以鬥多久 比20年來 共產黨會不會在20年內滅亡呢 其實我希望可以 要這樣他才有機會出來 作為兒子的他 就到處為爸爸發聲 而不能夠回香港 換言之 這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永世都不能見面 即使是永世都不能見面也好 但是我覺得他作為一個 雖然他見不到爸爸的兒子 其實他是非常之有效義 有效亦有義 他繼承了黎智英的遺志 是 他說以爸爸勇於對抗中國 為民主暫立為榮 我們除了多謝阿尊子之外 我們亦都要紀念黎智英 因為黎智英 雖然他現在在生 但是他 除了你說在9月的時候 有機會 開庭的時候 可能被人拍照 你見到他之外 你真的沒什麼機會見到他 其實是 他說當局嚴厲打壓爸爸 是要向其他人發出信息 反對聲言是不會被容忍的 香港沒有新聞自由 沒有法治 我爸爸的案例 象徵了香港的法律制度已經崩潰 這個是對所有商界人士的警告 香港已經和往上不一樣了 所以他們展開了 他和他的律師團隊展開了 釋放黎智英行動 我們需要你們的幫助 我們需要英國和美國的政府的幫助 這樣說的時候 就構成了勾結外國勢力 所以你一定是不會回去的 沒有得回去的 除非你找那些什麼海外110 你現在還夠膽死呢 夾人回去 昨天就好像波士頓 那些海外警察的頭頭 而英國還沒有任何行動 另外一個就是任劍峰 以前香港法證會司的任劍峰 現在就在美國喬治城大學的 亞洲法律中心做高級訪問學人的任劍峰 他就說了 香港本來有更加多人 比他更加有資格 做香港問題作證 但可惜他們現在不是坐牢 就是被禁星了 他批評現在香港的法官 看起來和異議和往常一樣 穿起黑袍 戴上假髮 但內心已經投共了 尤其黎智英一案上 香港的法院曾經嘗試 以批准海外律師參與 來表現出一點點的崛起 但在北京釋法之後 通通跪下 現在李家超 自從尋求了釋法之後的同時間 所有的北京官員反過來指責那些法官 採用所謂的國際價值觀 但這些其實是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價值觀 然後釋法來了 法官被推翻 司法部門就通過發表聲明來羞辱他們 說我們很尊重全國人大的決定 就好像你被黑幫打了一拳之後 你還要笑著這樣感謝他打了你一拳 所以法官們並不是活在現實以外 而是知道他們是被誰打壓 他們亦都通過服從 他們將所有獲得更加好的生存空間 以及晉升前景 這句說話就是一個很有力的證詞 我想也是作為一個助力 令到今天就 令到CECC有一個決定 當然他們沒有直接的權力 他們說是建議的 建議報告 就列出了29個國安法的法官的名字 就建議去制裁 29個 29個 真是攬炒 但第一個名字是陳俗衡 現在就是在審47人的那個人 三個都中 還要包括首席大闊法官 張舉能 我之前覺得還有一些良心的審智慧 審智慧 你現在都沒有智慧 全部都一望打盡 其實現在拜登真的非常忍受 拜登在做了總統之外 他做過兩個大工作 他剛剛就任的時候 他一次過就把12個人大副委員長 你一次過全部制裁 FY說 對呀 法官要買樓保平安 對呀 買樓保平安 這個真是有聽我們的節目 真是忠實粉絲 對呀 做樓王 做樓王就不用逼你做這個國安法指令法官 對呀 不是的 你攬炒吧 你現在就很困難了 現在已經過了一個階段 過了一個階段 你一望打盡的時候 就沒有所謂買樓保平安 過了 已經走不掉了 Sorry 過了 你怎樣才可以做買樓保平安 林定國已經是樓王 但是林定國也是on the list 正在等待受制裁 是的 其實尷尬在哪裏呢 拜登 我去重溫大家的記憶 他做了總統之後 2020年 就一次過一口氣 制裁了12個人大副委員長 然後前年2021年的時候 就制裁了譚耀宗等人 和那些中聯辦的副主任 和港澳辦的副主任 這些人 之後下來呢 去年就停了 整個2022年停了 即是我們本來是想著去制裁 CCC曾幾何時都有給過一個希望 因為他們曾幾何時出過一張討論文件 就是要移動國安檢控組 律政司的 是的 這就是原因 一年沒有下手 但這一年內 香港有沒有好過呢 沒有好過 依然這麼黑暗 你看到鄧炳強曾國衛那副嘴唸 已經知道什麼事了 而且 你有香港人權民主法 有香港自治法 但是 你現在香港那個 即是 現在那個國安法的作惡 沒有停過 之餘 今年還要做一個大審判之年 我們都說過 先後處理幾宗大的案件 第一 現在來的 剛剛審完的了 現在正在等判決 就是那個立場新聞案 之後呢 現在正在進行的 就是四十七日案 接下來九月的時候 就是這個黎智英案 再之後呢 就是這個支聯會案 現在開始在審的 就是七一案 理大呢 是判得罪金 你這樣去 密集 整個司法體系 是這樣作惡 有沒有可能事而不見呢 拜登事而不見 CECC國會 這些中國的委員會 涉中國的委員會 一定不會事而不見 他們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 把所有這些 香港政府的惡行 寫下去的報告那裏 就跟拜登說 麻煩你盡快搞定他 OK Pluto問 制裁有沒有用呢 制裁有沒有用呢 In what sense 制裁有沒有用 這樣說 制裁有沒有用呢 如果你說 是不是可以阻止到他們作惡 嗯 就是 在這樣的標準看上來 是阻止不到的 是 但是 就算我制裁沒有用 我制止不到你作惡都好 我要你付出代價 嗯 如果你起碼這些代價都付不出的時候 都沒有付出的時候 你最後會變成怎樣 他們就更加肆無忌憚 肆無忌憚有恥無恐 嗯 越來越囂張 你現在看到 其實你整個特區政府付出的代價 其實你是換血換代 這件事 你已經很困難了 你很難找到精英 進來這個叫做特區政府 嗯 在 這個 就是民間 你說專業領域搶人才之前 其實整個特區政府已經搶不到人才 就是因為你被制裁 你看到共產黨特地找受制裁的李家超 陳國基 做這個香港第一第二號人馬 你已經知道那個標準在哪裡 你已經猜到 那些壞事未做完 嗯 是未做完 遠遠未做完 現在還要繼續做下去 繼續深化下去 所以我就說 你整個司法系統是這樣的時候 那你CECC的報告怎麼說呢 他們現在是特別 就是這個制裁建議書寫了一個報告 他就是一個城市 兩種法律制度 香港法官在國安法裏面的角色 然後逐個點名 嗯 說他們怎樣去做一個 這個殘酷的判決 第一個舉例 應該是唐英傑案 是啊 唐英傑案 那之後你不要以為只是國安法 你那些什麼 就是現在呢 用這個刑事罪行條例 就是在這裡告陽川案 這個不是國安法來的 告眾 嗯 你迫害傑司的 那個審志偉 又中 是啊 所以剛才有網友去問 練錦雄羅德傳道立兵 是不是都中 練錦雄呢 我就未見到他的名字 但是後面那兩個 基本上都是排得很前的 大家不用擔心 其實你29個法官 你香港那些 明星法官 基本上都中 國偉健那些 是第七的 大哥 又回一回 Plato剛才的問題 有沒有用 制裁有沒有用 制裁有沒有用 另外一樣東西 你要看個時機 如果現在 今天去建議 明天拜登就做事 是很爽 但是 沒有用 因為 你制裁已經變成事實的時候 那些法官又怎樣 不是做盡點 不是豈有此理 不是發爛炸 不是做盡點 大問題 如果胸裡 即是 羅伯刀含著你的話 那可能 那些人不要那麼痛 就來的了 制裁你啦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怎樣 你是不是會有 你是很害怕 你會先害怕 你現在 四十七人案 為什麼用英文審 就是 想告訴你 法庭是講道理的 喂 但是你最後會怎樣 你要問一群美國佬 他接受一個什麼 判決啊 你看 你港澳辦 一早已經判了他有罪 既然港澳辦 判他有罪的話 法庭只能走程序 嗯 港澳辦就是 我們平時說的 文匯大公判你有罪 法庭只能走程序 但是 這班法官 就只是倒閉最後 但是西方的學家 就講到 如果你 如果你做得很噁心的話 那我們就真的 不承認你一個 一個普通法國家 而且 而且永遠 就將你那班 那樣的仆街法官 就排除在 這個法律界的 學術界裡面 喂 這一樣東西 就是對 這班法官未來的前途 和稱譽 非常之大反應 所以呢 如果你說 講制裁的時候 我想 可能拜登 要列出一些透明度 是吧 如果你說 你只是判戴耀廷 一個人有罪的話 那你就找一個 面批 你找面批 就可以了 如果 你 除了 你要把 戴耀廷定罪之餘 那你又把 抗爭派定罪的話 就 面批 然後 然後 如果 你全部 滿門抄斬 滿門抄斬 的時候 就跟你攬炒 你有個 這樣的懲罰階梯 那 又會有用的 可能 今晚張巨能 就打電話 問你 有沒有數 哈哈 喂 我不想做 我還在找卡數 頂你 是啊 我 面批就算了 或者你現在可不可以玩一場誤會 這樣 其實你沒有選擇 你現在做到香港這些法官 你現在熟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們怎麼想 他們不會熟的 很難熟 因為呢 這個正如就是林鄭的困局 林鄭當年做特首的時候 她就說 耳淚洗臉 就說自己不知道怎麼做人好 但是她也說過 三萬港警 是她唯一可恥的資產 是 所以現在是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原罪 你判別人有罪的時候 你自己就有國安法的原罪 這班這樣的 全家產法官 一律都當你全家產 我不管你是什麼 我不管你自己是不是真心王 還是什麼 這個這樣的時代的時候 你一早洗手不幹 或者 你又說什麼急事 又說賴 又說什麼 然後又扮中武漢肺炎 又什麼 有沒有理由可以退休 喂 其實如果你說突然間 你當李運騰 突然間說賴屎 突然間說絕症 突然間好像 之前某個法官 又說 不知他腦有病 他心有病 蘇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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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在這個名單上 他心有事 對 還排得很前 排得很前 可能就是炸病 這個人 就好像鄭若驊 那樣 2019年鄭若驊 他在倫敦訪問完之後 就說病了 傷了 一直不想回香港 被人請到北京吃餃子 然後出回來之後 他就變得異常兇狠 對 但是 你任何 其實你香港的問題 最後還是回歸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 就是一男子去決定 當然 我們小市民心態 覺得 你做壞事就應該有報應 就要懲罰 你好像黎從欣那樣 我為我老爸爭取一些公義 我只要做到底 但是 往往就是有時候 你夾在中間 你歷史的角色 你可能就